尊敬的魏老师 尊敬的师姐师兄 我发文明 过分音 音里名叫发音 我今天上来 要告诉大家 这个 产生学 有意无害 我的先生 成长林 自2003年的老理事 就是巴金松 他们一直跑 他睡觉的时候不安宁 经过几次 治疗 在各个独领班 跟杨朗斯外列行 每次带他去 睡的时候就比较安详 不能够咬头 表示 但是 有经过 他的病已经十多年了 要他量 人家问我 已经治疗多少久了 我说已经差不多了 一段时间了 他们说还没好 病来容易 去的时候难 但是他能够有经过 表示 总有一天 你一定能够治好 我等那一种来听 一个就是我本身 我本身 失眠症很久了 有几十年 晚上很难睡 起床 要一两个钟头 放来夫妻不能就睡了 后来也是因为带着我参与抢治疗 我也跟着我给他们一次 直到第五次的时候 晚上一得着枕头 我就复复到睡 半月起床上厕所 到黑人床上 一得着枕头 我就睡了 这不证明 有异有害 所以呢 魏老师说 我们 静坐 对身体 没有好处 能够把我们身体里面的 调整我们身体里面的 我的毛病很多 都是以前的 有的二十年前 跌倒过 手上都逼了她 有的是两年前 跑了没有痛 有什么 刚才早上 我静坐 昨天晚上静坐 有要怕 昨天晚上来 的时候 我跟 私主义的师兄讲 他说 那个好现象 你不要怕 你继续练 继续在做静坐 我刚才早上要来之前 我静坐 那儿 糟糕了 他咬得更加厉害 那么电脑后的地方 发酸的咬 好像 只在拨过我们的 我的 我的 我的手 酸到这个 手指 交这边 也是酸到肥 酸到肥 为什麽变成好的病变病 记住我老师说不要怕 继续静重 继续静静静静静静上来看 然后算个字 让我收下去 我跟一个世修的世修讲 他告诉我 叫我今天要上来见证 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 睡眠好 但是往上 一定要起来三四次 自从第一天在这边学习以后 我老师说 自己晚上要睡的时候 把手放在旁观节一带 或者躺在床上 把手试试看 看之后一放下去就想睡一睡到天亮 四点钟起来他就糟糕了 刚才我静坐到 躺坐到内 忘记收获了 再看四点才刚刚起来的 排队 在到内 其实就在睡一睡到一点钟才起来 这证明 有一不害 请大家继续 努力 静坐真的有一不害 掌声学 对我们有一不害 我等来说 掌声 有康复的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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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